極致詞 好 我們台上的各位嘉賓 還有我們畢業班的所有導師 還有我們今天最優秀的296位畢業生 以及在座的各位家長 大家好 今天校長真的是帶著愉快的心情 要歡送我們這麼優秀的畢業生 畢業了 那首先呢 再次感謝我們所有的嘉賓 能夠撥碰前來 也恭喜我們所有的畢業生 你們在國小這六年的生活 即將做一個結束 那要邁入國中的生活 那更恭喜我們所有的爸爸媽媽 你們的小孩 從那個一年級開始 可能抱著你哭的那個年紀 到現在哇 有的都長得比校長還要高大 真的是恭喜你們的 好 那在這六年裡面呢 小朋友有歡笑 有淚水 也有辛苦的一面 那平常呢 升級的時候 都是我們的生教組長 從以前的市民老師 智偉老師 現在的軍民老師 都是學校的紅牌 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們的 都會跟小朋友有很多很多的盯力 那今天 是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場合 那校長 也要利用 最後一天 你們在學校的這個機會 跟各位小朋友做一個叮嚀跟勉勵 那校長在這邊呢 主要期盼各位小朋友 你永遠不要放棄你自己 好 好 那校長分享一個 我看到的文章 好 有一個美國人 他是一個黑人 然後他跟他的小孩說 欸 我今天這邊有一件舊外套 你想辦法把它拿去賣 賣五美元就好 然後呢 他的兒子就說 這個舊外套 連我都不想要 還要賣五五美元 但是呢 他還是照著父親的指示 想辦法把它弄得乾乾淨淨 他就想說 什麼樣的價值人家才會想要買 所以他就把衣服洗乾淨 燙平 硬乾 弄得漂漂亮亮的 灑一點古龍水 香香的 欸 他就拿去車站兜售 果然 有人買了 哇 他好高興 拿回家去了 好 那爸爸就稱讚他了 那隔了幾天 爸爸 又拿了一件舊衣服給他 然後他跟他說 這一次呢 你想辦法賣二十美元 然後他 哇 二十美元 好小朋友大概乘以三十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台幣 好 二十美元 他想一想 這件舊衣服 要二十美元 他想一想 好吧那我還是想辦法 來把它湊到這個價值 於是呢 他就想 欸我有一個表哥很會畫畫 於是他就請表哥把他畫一個Micky跟糖老鴨在上面 那一樣他把他弄得乾乾淨淨的洗的整整齊齊燙平 然後呢他想說拿去車站一定沒有人要買 所以呢他拿去哪裡 會族學校 就是私立小學的門口都售 小朋友最喜歡那個卡通人物了 欸果然有一個富家少爺 叫他的管家過來買 喔 他就二十美元 就把他買走了 哇他好高興喔 欸 然後呢 回去之後啊 爸爸也稱讚他說 哇你真是太棒了 好 那後來呢 這個爸爸不是愛錢喔 後來呢爸爸又拿了一件舊衣服給他 你猜這一次他想要賣多少 一百 一百 太少了 爸爸說賣兩百美元 哇 那他這一次呢 他的表情不是 不可能喔 他就很高興他說 嗯 我一定有那個能力 因為他前面都成功了 好 所以呢他這一次呢 兩百美元他就想我要怎麼賣呢 所以他想想想他想了一個月 最後終於機會來了 他們的鎮上 紐約那裡 欸 當時一個當紅的電影霹靂嬌蛙 喔 的女主角要出來做簽名會 然後呢 所以他就拿著那一件整理好的衣服 衝到前面去 然後跟那個女主角說 阿姨阿姨你可不可以幫我簽名 哇 那阿姨看到小朋友很可愛就說 好啊我幫你簽名 他就簽了 哇那這件衣服 他就是問阿姨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他拿去拍賣掉 喔 那那個女主角那個阿姨就說 可以啊 簽了你之後 這個衣服還是你的 喔 所以呢 他就把他拿去拍賣了 你猜 他賣了多少 一千兩百美元 哇 欸 他這個錢拿回去 他爸爸高興的痛苦流利 不是小孩子太會賺錢了 他是很高興 他的兒子怎麼樣 你猜他爸爸問他說 你從這三件衣服裡面 你學到什麼 那他的小孩就跟他說 我學到遇到困難 我要想辦法 要去克服 他爸爸就點點頭說 嗯對 但是又搖搖頭說 嗯不對 他爸爸跟他說 其實想辦法克服困難 這是對的 但是爸爸要你學到的是 一件舊的衣服 他都有辦法變成有價值的東西 更何況 更何況你是一個活著的人 你要想辦法讓自己變得更有價值 雖然我們只是黑了一點 因為他是黑人嘛 我們只是黑了一點 窮了一點 但是我們還是有我們存在的價值 所以這邊校長要跟各位小朋友分享的是 請你以後畢業之後 不管你在哪一個階段遇到任何困難 請你都不要放棄自己 也不要去埋怨社會對我不公 爸爸媽媽對我不公平 要想辦法去克服 想辦法創造自己的價值 我們在畢業里站的時候 也有邀請我們的一個學長回來 跟各位小朋友做分享對不對 他到大陸去上課的第一節課 就被老師踢出來 老師覺得這個太正當了 沒有兩把刷子還這麼驕傲 結果他不是從此放棄自己 他做了什麼事 他每天練習打鼓幾個小時 12個小時 對 你們都有聽到喔 他就每天練習打鼓12個小時 持續了幾年 4年 對 所以你看 那個學長他的毅力跟恆心 所以在這邊 校長也是僅此 這個 來跟各位小朋友勉勵 那 還有 從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也看到了 父母 對孩子的期望 在這邊 校長也要第二個勉勵 就是上個國中 很多小朋友 都會覺得 父母親 講話 哇 好像 我講 講一個字而已 就覺得他講了十萬個字 但是同學講了 十萬個字 你只覺得他講了一個字 所以父母親講的話 都覺得好煩 但是 校長這邊 要勉勵各位小朋友的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陪在你身邊的還是你的家人 還是你的父母 他之所以要關心你 因為你是他的孩子 所以 孝敬父母 不要覺得父母親 呃 太煩了 或者是管太多 想一想 他們 都是愛你的 那 校長在這邊 僅此兩個勉勵 第一個 永遠不要放棄自己 第二個 要記得 當你要發迷氣的時候 想一想 從小 父母親對我的好 不要覺得 父母親很 囉唆 長大之後 要記得 好好的孝敬 各位的父母 或者是長輩 甚至是 照顧你的人 那 在這邊 教長最後 也要跟各位畢業生說 即使你們畢業了 國安國小 永遠都是你的娘家 歡迎各位小朋友 回娘家 那如果 你有遇到任何的困難 學校的老師 台上這些 所有在學校的老師 曾經教過你的 或者是沒教過你的 你都可以回來求助 不要覺得沒有人會關心你 那 這邊 校長 誠摯的 歡迎各位小朋友 有任何困難 都可以回來學校 做諮詢 甚至是聊聊天 讓你的心情放輕鬆 都可以 那在這邊 最後 感謝各位 餘味的嘉賓 那 敬祝各位嘉賓 合家平安 也祝福 餘味的各位家長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那更祝福 我們所有的畢業生 從此畢業之後 一切順心如意 謝謝